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看看我这大盆的长寿花 等一下我这盆长寿花等这些花全都开完了 标信完了 我给它换盆 没想到又开了第二茶 看看这第二茶花 每年 看看这第二茶花 每年只能开一茶 今年开了第二茶 也许是前一点时间我给它用了一次磷酸青甲 开花的时候我给它一次 每年没给过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开完一茶又一茶 这边这几个大 你看 但是我这些长寿花的叶子都很不好 也许阳台太热吧 把这叶子都已经晒糊了 干叶子给它清理一下 等这盆煮干了我再给它试一试肥 因为它开了第二茶花 就要再给它点力量 要不然没那么大劲 它开的花肯定要小 像下边的老叶子都不要了 还有这里面好多的枯叶也得清理出去 这一冬了 掉了也掉了好多叶子 第二茶花开完了再换盆吧 再给它老盆 因为这个盆子里边 这磕太大了 给它分一下盆 五一之前 三月底四月初 换盆最好 如果是到五一的时候 还在开的 我就不给它换盆了 就等秋后再换盆了 开发之前给它换盆 等过两天 盆土完全干透了 我再给它试一次肥 看看清理掉这么多枯叶 这样它就清爽了 第一茶剪掉 第二茶的花又来了 太让我高兴了 这不是到春天了吗 它都容易长小虫 好像这黑的就是那种小逆虫 前两天我用洗一份水 给它打了两遍 现在还有一点点 这已经是干死那里的了 长小逆虫 就用清水对待洗衣粉 就可以 杀死它 每天喷它一遍 喷它两次到三次就没了 这才叫惊喜不断的 第一茶开完了又开第二茶 所以把我最开心的事 最高兴的事 分享给我的粉丝们 分享给我的网友们 这根里还有几朵正在开 看看这里 抱好多小崽 这侧边还有一朵正在开的鲜艳 这上面的前几天已经剪掉了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见 来 好 好